师祖 你打开我 为什么出来了 这是什么意思 是 误尽天子 是这事 有些什么意思 小姐 小姐 你还不放手 小姐 这 这里是 夫人 团膳 这是做什么 今日是夫人的大喜之日 第九十九位姑爷 马上就到了 夫人该遮羞毙面了 九十九 新姑爷 什么情况 我不会使 夫人 新姑爷到了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谁啊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夫人 急事已到 该下团膳了 七哥 答应我的姓 为什么出来了 你的职场规则 就是看着别人努力 有些事情 不是你努力 就能得到 雪天阳 难道你怕脏报应了 沈丹 放死 珠穆的明慧 也是你难救的 你也来 你就是我的新夫人 我是你老板 老板 这是你 暴力 我的小夫君 你可看清楚了 现在 已经闭嘴 放开我 放开我 我的小夫君 你可知错 我何在使用 我何在使用 瞧瞧 我的新夫君 不仅嘴硬 还狂妄自大 看来 得给你点颜色瞧瞧 沈丹 有什么招数 尽管失聚了 我的小夫君 我沈丹 可是这城中 有名的黑寡妇 专门课男人 今日多留你活了半日 已经算你命运 没想到 你如此不知好歹 还处处与我 领水作对 等等 怎么 有临终遗言 夫人 我还有个话要说 喜耳恭听 昨日 小的 刚入府门 还不懂规矩 还望夫人 他若不及小人光 再向多连他乘船 连个无知小人 以为几经 你也清楚自己是小人 夫君还真是识识 可惜 完了 从今天开始 你的一言一醒 都有我找 我的小夫君 日后 请 知己 我的小夫君 你醒了 这一觉 你睡得可真久 你又想干什么 都说了让你乖乖听话 你怎么就是不听呢 你说 我从哪里开始好 是先从这里开始 还是从这里 还是 这 我的小夫君啊 小夫君 你瞧 这局面 变得越发有趣起来了 是 别去的 他是 许天阳 主母的名字是你能随便来叫的吗 唐姐 这次饶你 如若再犯 你想命不保 唐姐 她叫我唐姐 应该就是我唐妹了 唐姐 我这身上是哪里奇怪吗 唐妹这次前来 有何要事 夫人 我能和您 一同用餐吗 你跟我说什么 我说夫人 我能 小的 能和您 一同用餐吗 沈家规矩 男人和狗不上桌 以后小夫君 还是别痴心妄想 好你个神态 迟早会换我 我说夫人 既要我成了你的夫君 那这沈家的规矩 恐怕是得改一改 夫君 我都说了 男人和狗不能胜住 你还真是自讨苦吃 听闻姐姐娶了魏欣夫君 妹妹特此来恭贺姐姐 不知这位新姐夫 是不是还活着 怎么 你那么盼她死 姐姐这是什么话 妹妹还不是为你担忧啊 如若第九十九位姐夫不在了 妹妹好替姐姐 寻摸第一百位呀 放心吧 需要的时候 自然会找妹妹的 姐姐好像与以前 不太一样了 有吗 我倒要瞧瞧 这位小夫君 是长什么模样 能让姐姐有这般兴趣 她呀 锁不可难 夫人 小的来擦椅子 等一等 我鞋有点脏 给我擦擦 快点 沈丹 你给我记住了 怎么 你不满意吗 堂姐 哟 这小夫君模样 长得可真是周正啊 怎么 你喜欢 妹妹要说喜欢 姐姐可愿让我 既然妹妹喜欢 姐姐让给你 一三五你玩 二四六我玩 周日嘛 让她休息 姐姐 这个嘛 夫人 我既是你夫君 今生便只会一心一意 待你 爱你 疼你 护你 只愿守在你身边 白手不想 哟 没想到 我这小夫君 竟如此转气 趁是让人 喜出望外来 既如此 夫人好生看着 夫君我 让夫人 喜出望外的地方 会更多更多 何止 夫人 该吃饭了 无事献殷勤 非奸即盗 你这是有事求我 夫人可曾忘记 为父说的话 这网八蛋不会下毒吧 夫人可是怕我下毒 吃就吃 还能吃死我不成 你心里 许天阳 你给我等着 夫人不好了 心股也不见了 你心股也不见了 你心股也不见了 还如此态度 你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我想杀了你 等一下 是可杀 不可辱 你这家夫人 出了那么多追戏 害了那么多人 不怕遭雷劈吗 遭雷劈 如果要遭雷劈 那也是先劈你 既然 新姑爷 咒有曾雷劈 那我就先让姑爷 被雷劈 夫人 姑爷求饶了 这么快 看来我还是高看她 姑爷请夫人 移不愿忠 有话说 知道了 有意思 是小的吴德 不仅不知改练 夫人的恩情 还出言不逊 无逆夫人 今日该法 请夫人自便 大声点 听不见 今日是小人吴德 不仅不念夫人的恩情 还出言不逊 无逆夫人 今日该法 请夫人自便 再大点 今日是小人吴德 不仅不念夫人的恩情 还出言不逊 无逆夫人 今日该法 请夫人自便 既然父亲自便 既然父亲知错了 那夫人我 也不是心狠手蜡指 今日就以夫之罪 来历领我这 谁家的规矩 历领我说你呀 身体不行就不要再逞强了 看你遭这一波罪 害人害己 夫人教训的是 衣服脱了吧 我给你上药 不必了夫人 我自己可以 都说了不要再顶嘴 怎么还是不听话 夫人 这要去哪儿 去郊外寺庙还愿 夫人之前 曾许过愿 未曾 那为何 以后你就知道了 既然这样 要不要一起去 走吧 夫君 既然来了 不如一起 夫人请 意外穿越 dreamed 并非 感谢上天让我 成为爽驹女主 一路开挂 无惊无鲜 也让我身旁这 讨议的老板 在我的心心调教下 知道了人间疾苦 现如今 不知何时会嫁 但愿龟下 본 独 affiliated 平面平面 旅立是个想起 哦 他真的是 这身体的当家主 并不是我的首相 夫人 心愿了 算是吧 你呢 许的什么愿 我想回家 走吧 我们现在就回家 我说的不是这个家 也许你 也许不 不过没关系 我已经认命了 人呢 其实认命挺好的 不跟命运较劲 就是不跟自己较劲 也许你说的没错 走吧 回家 是吧 刚选孕 去不灵了 人呢 今天可算抓住你 跑不掉了 各位可是劫财 如若是劫财 我们删的钱都给你们 换我们一条生命 不会劫财 杀神 这个罪狗克辞了我兄弟 你还要他命呢 来 如若是你 还更多 我还没有人都给你敏了我 夫人 你真是关心我吗 油嘴滑舌 你救了我 我自恃感激 难道我给夫君上料了 夫君不心怀感激 感激 如何感激 夫君我一身相许 夫人 如何 你这是愈发油嘴滑舌 疼 疼 疼 感激 如何感激 夫君我一身相许 夫人 疼 唐姐 在想什么呢 是哪个男人 让姐姐存心荡漾了 妹妹说笑了 妹妹这次来 给姐姐带了个惊喜 惊喜 惊喜 唐妹 如此神秘 是有什么惊喜吗 唐姐 你别着急啊 进来吧 她叫楚云安 是这城中桃花屋里最有名的月魁 你仰慕姐姐 你仰慕姐姐许久 特来相见 沈夫人 云安这番有礼了 我可是城中出了名的黑寡妇 我可是城中出了名的黑寡妇 专门克男人 仰慕我 你不怕 云安 云安不怕 姐姐若喜欢这楚云安 何不顺手也招进府里 成为这第一百位新姑爷 妹妹说得没错 夫人不 为何不可 夫人小巢心血 也得问人家楚公子答不答应 云安仰慕夫人已久 若能陪在夫人身边 云安自然愿意 楚公子之事 这是什么 这是难以理解 既然如此 那我 我不同意 夫人既然如此 这是山五心 既如此 有她楚云安 就没有许天阳 夫人自己定夺吧 夫人 夫人 怎么不进来坐 夫人 您这是已经做了决定 夫君 楚公子是我邀请到府上的贵客 我欣赏他的才华 高山流水浴之音 我和他只是之音 你懂吗 那晚上不睡觉来我房间干什么 我是你夫君 理应陪你 陪我 夫君 你怕不是因为楚公子的到来 有危机感了吧 怎么着 怕我不要你 没错 我就是怕你不要我了 不然 夫人宠幸宠幸我 今日我没兴致 你快离开我的房间 夫人 你是在怕什么呀 许天阳 离我远点 夫人 春宵一刻之千金 让我服侍你醒醒 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 你心里不清楚 小姐 发生什么事了 没事 我明明听见东京了呀 难道是我听错了 我的好夫君 是不是为妻最近给你的压力太大了 让你精神都恍惚了 看来 我以后得好好疼惜疼惜你 不能让你这么辛苦 要不然 我一机会心疼 今天是我不对 打 打扰夫人休息了 我突然想起 书房还有些账目 我没再明白 今天时间不早了 夫人早些休息 老板呀老板 我就喜欢看你这失控的样子 本夫人为你安排的好戏 还在后头 堂姐 不好了 咱们家的美妆配方 遭泄漏了 什么 现在见面上 出现很多咱们家的房品 沈家业绩 直线下滑 好多顾客都被抢走了 怎么回事 传闻说 是新姑爷 和死对头马家暗州合作 偷了您的配方 卖给马家 马掌柜 这小做什么 我已知晓 相公在神府的遭遇 他审待欺人太甚 我马某都看不下去 所以今日 我马某愿抛出真心 邀请许公子来我这 这 就是我的诚意 多谢马掌柜厚爱 你这是嫌少 是少 咱们都是生意人 生意人最终求的 都是利益两次 就算是你让我当了掌柜 又能赚多少 夫人就算是待我不好 我也是她夫君 那未来的利益 跟现在相比 终究是未来更短 许相公 你还真是老谋深算呢 跟马掌柜相比 在下还是自愧不如 好 我看许相公 也是个爽快之人 今后但凡 有用得找我马某的地方 随时来找我 如果我有下一次 你亲耳听她说的 是 知道了 你下去吧 我这老板 可真是一点都没变 许天阳 你知道背叛我的人 是什么下场吗 你知道背叛我的人 是什么下场吗 沈丹 你听我解释 我说过 当家主母的名字 不是你随便可以叫我 你怎么还是记不住 对不起 从今天开始 你去跟那些低等仆人一起干咋你 直到你想明白为止 许天阳 听说你忘恩负义 恩将仇报 沈夫人对你那么好 你却暗中告诫他人 联合陷害他 楚公子这消息够灵通的 你既然吃了沈夫人的软饭 就别再打马家的主意了 别身在府中不知福 楚公子 有些事 别与自己做的天衣无辅 别人不知道 小心 还夜鬼敲门 你什么意思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明日这城中 大敌会出现新头条 审视美光坊出新品 薄荷成高 清凉润醇 人手一倍 谁 夫人 是我 夜深了 你有什么事吗 如果夫人没睡时 我有话要说 今日太晚了 你明日来吧 好 许天阳啊许天阳 你到底在做什么 神代啊神代 我该哪里怎么办呢 你一晚上都在这儿 找我有什么事 这是我做的成高 里面添了一些薄荷香气 尽量认识 拿着给我做什么 现如今 沈家美妆坊生一倍请 这崇高 或许能力挽狂澜 咱俩想到一块了 你的意思是说 偷走我美妆配方的人 是楚云安 夫人 你难道不觉得 楚云安一开始接近你 就心怀鬼态吗 这话怎么说 楚云安身为城中的月魁 在明知道你是黑寡妇情况下 还故意屈尊接近 其实 他和马家早已勾结 想谋取更大的利益 嗯 继续 楚云安的月魁生涯短暂 进一步 能成为你的夫 退一步 有马家福 两边都是礼 这步情 下得着实不足 夫君这波分析 夫人 既然到了 为何不商量住宵 你先去吧 我稍后就来 吃饭了 酷炼 我 又来 民族 没有钱 没钱 请 那 你睡了一天一夜 终于醒了 现在感觉身体好些了吗 你是谁 我 我是你夫君啊 你是我夫君 我怎么不记得 有长这样的夫君 难道失忆了 姐姐醒了 妹妹来了 快来坐 记得她 不记得我 别说姐姐受伤了 妹妹特意来看望姐姐 谢谢妹妹了 姐姐没事 你怎么没事 你都不记得我了 不记得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人 回一觉醒来 他就说是我的夫君 我怎么会有长得 这么难看的夫君呢 夫人 我真的是你夫君啊 姐姐 这小雪相公 的确是你第九十九位夫君呢 是吗 可是我怎么记得 我要娶的第九十九位夫君 名字叫做楚云安 姐姐要是喜欢那楚云 我再让她来就是了 好啊 倒真是个妙人 不过 这小雪相公 姐姐要是不要了 妹妹可就下手了 拿去拿去 这个我真不喜欢 沈丹 你 姐姐你真好 这么会讨我关心 让你做我夫君如何 沈丹 你在干什么 我做什么与你何干 我是你夫君自然要管你 你说你是我夫君 可我喜欢楚公子 你要真这么喜欢我 就你们两个一同伺候我 如何 沈丹 我不会同意的 我说过 我是你夫君 今生 便只会一心一意待你 只愿守护你一人 你若不爱我 那我对你的爱 便毫无意义 我就一句话 有他没有我 有我没他 沈丹 你当真要为了他 而今我休息 我不记得你是谁 也不喜欢你 我喜欢楚公子 当然要让他当我的夫君 所以你要娶他过门 那当然 既如此 那便不要后悔 我审待做事 从不后悔 一拜天地 二拜高桃 送入洞房 楚公子 这交杯酒 咱们应饮而尽吗 夫君 即使到了 让我来看看 夫君的应望 既然我们又一次 败了天地 我会让夫人 重新想起我 别再吃心妄想了 我本以为夫人 和我一样 都来自未来时期 我靠近你 试探你 想在你身上找到 回去的大爱 没想到 什么未来世界 你说的 我都不知道 没关系 不重要 我只想告诉你 以后我只想 守在你身边 好好保护你 人人都说 你是我的第九十九 认识局 可是我对你 毫无敬意 我不喜欢你 也不记得你 你为什么还要 不知廉耻地 一而再再而三地 纠缠我 因为我喜欢你 你喜欢我 不代表 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无论以后 你想不想 跟我在一起 我这辈子 都只属于你 既然你主动 送上门 但我哪有 不要的道理 不知廉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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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昨晚睡得可好 还好还好 哦 夫人已经饿了吧 快吃点东西 一会儿 夫君 有事寻你 什么事 审戴 我数 一 二 三 你就闭上眼睛 慢慢顺序 你想用五谷之术害我 什么五谷之术 我这是催眠疗法 什么催眠疗法 你到底想干什么 沈黛 你看着我这张脸 就没有想起任何事情 或是画面 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 你的病例名为 选择性失忆 何谓选择性失忆 选择性失忆 是指当一个人 受到外部刺激 或者脑部受到碰撞 你忘了一些 自己不愿意想起的事情 或是逃避的一些事 或人 或物 你的意思是说 我忘记你 是因为你是我重要的人 或者你是我想逃避的人 现在让你重新记得我 就要剑走偏锋 明场面重现 明场面重现 嗯 你给我这个 做什么 用些难忘的瞬间 刺激你的记忆 有可能会让你恢复记忆 那你给我这个 做什么 以前 你都是用这个打我的 我对你这么残忍吗 是挺残忍的 不过现在好了 你用这个打我就对了 反正你打我就对了 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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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病了 我 你别走啊 你闹过了没有 咱们再试试 最后一次 姐姐和小郎君 这是怎么了 什么再试最后一次 没事 她无理取闹吧 孙黎姑娘来做什么 我来 自然是说楚公子的事 那算黎姑娘请回吧 我家夫人 已经不喜欢楚公子了 姐姐 这可当真 姐姐说喜欢楚公子 妹妹便从中做了媒 没想到 姐姐竟如此戏怒妹妹 妹妹莫管 是姐姐的疏忽 不知这楚公子现在何处 前几日被人发现时 已经炎炎一息了 怎么会如此严重 也不知我的姐夫 是吃了哪门子醋 下手也忒恒了些 那是她自讨苦吃 你 姐姐先前说 招赘楚公子 现如今 全京城都知道 姐姐要毁婚 姐姐要如何打算 那就让楚公子进府吧 什么 许公子 原安初来乍到 对府上事物不太熟悉 还望前辈多多指教 前辈 你是第九十九任 我比你厚如府 不该称呼你为前辈吗 楚公子 你这如意算盘 可打得真小 你到底有没有这资格 称呼我为前辈 这事还了说 那就走这瞧吧 多日不见 夫人可曾想我 楚公子 前几日之事 实在抱歉 以后 我们就是一家人 夫人讲这些话 有些生分了 今日我找你前来 是想问你愿不愿意 当我闪家美妆访的 代言人 什么代言人 不是夫君吗 你和沈黛到底说了什么 他为什么突然改变心意 楚公子语气揣责别人 不如先想想自己 你为何如此恨我 我不是恨你 而是怕你离沈黛的爱情 伤害了他 徐公子放心 我处云安不是小人 处公子的人品 我还是信得过 不过 我的夫人我来守护 我不希望其他男人 靠得太近 你今日约我来 到底想做什么 当然是完成 父亲之族 没想到 你还有这种手艺 只是我在另一个世界 吃饭的手艺 你为何要帮我 是怕 我抢走沈夫人吗 沈夫人你是抢不走的 你想多了 夫人 请看我的成果 楚公子 真是让人眼前一亮啊 看来 楚云安的第一个粉丝 已经有了 姐姐 姐姐 成了 什么成了 楚公子成了 成绝了 真的 今日小许相公 在城中最繁华的街市 举办了明星发布会 让楚公子 代言咱们省市 美妆房里的东西 现场乌殃乌殃 来了好多人 姐姐 今日你没去 实在是太可惜了 不可惜 朝思望想 来日方长 我希望这楚公子 能越来越快 原定不负沈夫人提解 还有 许公子的帮助 楚公子 莫及谢我 其实 帮你是我和夫人之间的赌约 赌约 什么赌约 夫人答应我 如若能帮楚公子捧红 她便答应 同我出游一日 哦 原来这小许相公 心思不纯啊 没想到 我倒是成了 你们爱情之间的桥梁了 夫人 这诺言 可要实现了 自然 没想到这楚云庵 两面三道 这么快就倒戈了 老爷 这楚云庵 倒戈倒不可怕 可怕的是 背后操作一切的人 你的意思 是许天阳 老爷不觉得奇怪吗 这沈家美妆法 生意越来越好 她许天阳 玩出的花样 层出不去 再这么下去 咱们马家美妆坊 可要和西北疯了 你说的没错 我能再这么坐以待毙下去 我得想法子 让这许天阳出事 来了这么久 竟没有想到 好好看看城中的风景 春日之景 不可虚度 经历美人 不可不惯 这披萨看起来 还挺好吃的 夫人为何 知道这是什么食物 是啊 我为什么知道 难道夫人 和我属于一个地方 你干什么 谁让你离我这么近 我问你的事 还没回答我呢 真是踏破铁鞋 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今日我便让她知道 得罪我马文才 是什么下场 上 上 你们是谁 是谁 就怕你们没运知道 徐天阳 你怎么这么傻 不顾自己心 一而再 再而三地救我 快醒醒 唐姐 查到是谁了吗 马文山 除了她 没有别人 沈飞 之前就是马文山 令我靠近你 佩芳的事 也是她指使我 这么做的 若不是许天阳 发现的机事 恐怕就 楚公子 过去的事情 就让她过去吧 现如今 我想请你帮个忙 楚公子好雅致啊 居然约马某 在此喝茶 今日 我是来替沈戴传句话 若是 她许天阳 传功醒来 她只要你一臂 作为偿还 如若她许天阳 有万分损伤 还要整个马家陪葬 她要你整个马家陪葬 这沈夫人好大的口气 马掌柜 今日我的话已经带到了 你好自为之吧 水 好渴 夫人 你真的害我担心死了 以后你不准再问我出头 不要这么傻 害我担心 傻瓜 如果我不傻一点 该担心的人 就是我了 夫人的话 我记住了 以后不会这样 不许骗我 绝不骗你 拉钩 你是不是又不舒服了 我 我没事 老爷 你怎么了 出大事了 沈黛他 他 他 他怎么了 沈黛他 暗中联合城中的采购商 降价和他们合作 不仅如此 沈黛还研制出了新的化妆品 叫什么 杨树林 香奶奶 路易威登 好看又时尚 我们的客人都被他抢走了 老爷 快想想办法吧 再这样下去 咱们马家没装法 可撑不住了 马掌柜 这唱的是哪一出啊 沈夫人 徐公子 之前是我自不量力 处处和你们作对 所以今日 特地登门拜访 求沈夫人 带我一臂 以泄愤 别了 我看你 那我就是故意伤你 马掌柜如若星辰 你看自己 我沈黛看到马掌柜真心 自然会放你一身 沈夫人走吧 等着 自然 我沈黛一眼祭出四马南针 马掌柜可可心 好 行了 马掌柜先回去吧 希望以后做老板 能够以诚信为重 多做善事 不要总是以利益为重 自私无情 如若还是这样 迟早 会赃 谢谢沈夫人 谢谢沈夫人 我记住了 我记住了 谢谢沈夫人 我的小许相公 你记住了吗 夫人说的每一句话 都记住了 我们这是 回来了 是啊 只要不再次穿夜就 亮 one 亮�二